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届论坛由谢维亚·存心格负责管理 由费雷特·库库凯博士兼教授担当主持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 98位报告人做了报告 35%的预会者来自德国以外的地区 这让本届论坛聚集了来自22个国家的嘉宾 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盛会 话题方面我们询问了一些专家的意见 本届论坛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性 人们在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 变速器的类型多种多样 因此我们针对的既不是DCT也不是CVT 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谈论各种系统 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发动机的作用是什么 无论集成到系统方案中的是什么样的内燃机 电动机 混合动力和变速器 在我看来 这是本届论坛出现的一个新趋势 在专题讨论会上 通过与来自OEM厂商以及供应商的专家的探讨 专会者们见证了这一特点 此外 观众还可以通过电子投票的方式参与讨论 本年度一个主要的话题 就是变速器至少需要挤挡 以及未来的趋势 近来发动机技术有相当大的发展 其效率得到提升 至少从这一角度看 我们需要的档位数量比以前更少 但是 考虑到发动机的功率 我觉得 我们不会再回到仅有四个档位的时代 总而言之 发动机及变速器领域 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通用动力总成的方案 正如我们也在专题讨论会听到的一样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的不是各个领域分头研发 而是共同努力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由CTI提供给刚毕业的学生和博士后的驱动技术年轻专家奖 也对最佳解决方案给予了表彰 以奖励他们在传动和驱动研发领域的接触工作 这一奖项彰显了对年轻一代专业人员的重视 伴随每年的论坛而举办的变速器展览 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技术展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位参展商 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汽车产业无疑需要轻质产品 同时产品成本又必须得到优化 因此我们提供可实现理想的纤维定向的技术 例如冷挤压技术 我们对材料进行挤压而不是切除 从而减轻百分之三十的重量 同样我们还提供尺寸更小 但强度更高的小型化产品 采用这些技术变速器变得更轻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相应减少 我们觉得论坛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引领并成功完成磋商 因为来宾全都是行业专家和专业人士 参与者有OEM厂商 一级供应商和工程合作伙伴 多方的参与甚至会诞生一个真实的项目 变速器制造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话题是主动传动 这使得我们有机会将扭矩和功率 用于动力传动系统 这样一来变速器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对于变速器制造商而言 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在中国它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自动变速箱的车子被生产出来 从今天的大约是三分之一 它会增加到50% 实现这个的时间大概在2020年前后 取决于我们的整个的客户和市场的需求 以及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支持 政策的支持 以及大家对于这个 政策的一个接受程度 最后我们邀请主席库库凯教授 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就本年度论坛所涉及的技术亮点而言 我们看到 该产业的产品正朝着电气化方向大步迈进 另一方面 所有的纯机械组件和系统 都不断优化到极限 每个动力传动系统组件的效率 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供应商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和燃料消耗量的确做了很大的努力 交流 联络和撮合 是美界CTI论坛的重要内容 本年度论坛选择了 位于柏林的德国技术博物馆 作为其理想场地 同时 大多数议会者已经同意 2013年再次来到柏林参加论坛 对着脑子的重要内容 我们终于在柏林参加论坛的角度 在柏林参加论坛选择了 快乐 收集坛选择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